老板说,要带我们去他的家乡摘尸子,心被老板这意想不到,的慷慨举动所感动,可是运车的我,让我有挫败感,我怕我还没到达目的地,就会吐得五彩缤纷。 车子使出公司的时候,我有最狠的决心眼下,梗在喉咙中的一团忧愁,我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,这样的位置散发着让人心安的清新气味。 老板的车和他人一样大气,以120码的速度宽快的前行,我睁大着眼睛,不舍得放过那流逝,在窗外的每一寸风景。 我的老板竟然想在拐弯的地方抄前面的车,一边听着嗨嗨的音乐,一边踩足了油门,乡下的马路七拐八弯的,路面也不是很宽松。 前方有车驶来,突然间了一个紧急刹车,直轮在马路上磨出美妙的嘎嘎声,差点没有把我从窗户上甩出去,总算是有惊无险啊。 我开始感到一丝略带忧郁的满足,没有办法妥善照顾的肠外,在我的身体里翻江倒海的脑腾,这段路遥远的超乎了我的想象,并陷入了悲凉的心境。 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小山村里,老板的别墅微风淋淋的站在村口处,门前的几株长青白树在微风中起伏,四周的空气里有一份夏夜特有的泥土及枯草蒸发的气味。 在这儿,山的庄严,树木的优美,稻谷的金黄,大地的宁静是那么和谐,都呈现在我的眼前。 顷刻间,这份美好带给我的感动,完全驱走了长尾的不同块,那棵高大的狮子树,环天喜地的阻力在秋月的蓝天下,一个个通气红红的小灯笼画满树身,一个比一个幸福,一个比一个喜庆,一桥间如此多的红狮子。 称妹妹再也无法做到不动胜色,快乐得像个长不到的孩子,明姐,我现在就想吃一个,可是狮子树好干我,即使爬上去也难占到那红红的小狮子,这让站在树下的称妹妹很像个受伤的孩子。 我也爬到树上,那种独占高处的畅快感,是可以让整个朋友圈都羡慕死的,面对头顶的狮子只能远观不可进取,美丽的忧伤,如同情人的眼泪,伤感脉络分明。 我像大闹天宫的那只猴子,从这边树枝跳到那边树枝,就想摘取几个红红的柿子,可那柿子就喜欢剪高高的地方长,越往高处越红越大,能摘到的那几个摘完后,而我就只能眼睛睁,看着它,在我的头顶闪烁红光。 罢了罢了,索性一屁股坐在树枝上,看着地上的称妹吃的大块斗鱼,狮子树的主人,像唐座的一个人,和他的狮子一样甜蜜,看我们想狮子想得辛苦,竟然拿起用竹子制作的工具,帮我们摘取狮子。 他这几乎天衣无缝的善解人意,令我们一阵感动,一颗颗狮子被取下,一个颗幸福被盛满,静坐在树枝树上,我听到了一个永远没有结尾的童话。 突然,农夫随笔,欢迎点评和转发,感谢您的支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